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诸葛 那我今天影片主题呢 是要来介绍这个一个支线任务啦 那他算是一连续的 总共可以拿到五件装备 还蛮划算的 那重料是前期就可以解了 分别是鬼神三件套 然后以及这个火焰裤子 然后以及我最后增上这一把 攻击力38的大剑 总共五件装 很划算 那出发的地点的话呢 是在这个靠近火山的地方 如果我们以中央的大地图 来看的话 右上角 这里会有一个密资打虎 然后有一个山路驿站 然后呢 往上走 这里 就会有一个洞窟了 相对位置在这里 那一开始的话呢 外面 洞窟外面会有一只狗狗 那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的宝箱 你要喂给他苹果之后 他就带你来到正确宝箱的位置 那就可以 我的位置在这里啊 不晓得你们的位置是不是一样 好 那这个宝箱拿完之后 拿到火焰裤子嘛 那他就给你三个地点 然后分别是阿卡来 骷髏跟海拉鲁 那地点的话跟你们报告一下 首先骷髏的左眼在这里 在上方 这里有一个洞窟 他是在顶端 都不难找 好 那第二个阿卡来 阿卡来的话 会比较麻烦一点 我现场示范给各位看好了 来 我们往上 看到阿卡来的位置 在这里 好 大地图 死亡之山的优沙架 好 当我们从神庙跳下来之后 然后往我地图这个星星 走 这里会有一个 可以 小宅口 可以 可以蹲 可以爬的地方 看一下在哪里 看到了这里 这里不是有红色的吗 红色的布 非常鲜艳 这里 这里 就可以下去了 好 这里就可以跳下去 这里就可以拿到第二尖鬼神庄了 这个点是比较隐秘的 我那时候有浪费一段时间 好 这一个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是千年古墓的这个腐朽洞窟 在这里 腐朽的千年古树 如果一大地图的话 这个凡的实力 我们最近的可以先拿 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 那等到我们拿完鬼神三件庄之后 再回到一样 我们一开始的初始点 那门就会打开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把鬼神大件 那你就可以把它摆好 好 那以上就是这五件庄的 那个拿到的过程 那它效果的话是攻击提升 那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还不错 但因为我太晚期才拿到了 所以就 就也没什么机会实测 如果之后 打王的话 有觉得比较好用的话 我再分享给各位 那以上呢 是这五件庄的获得过程 那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介绍影片的话 别忘记帮我按赞订阅 也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 大家拜拜